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中国人的航母梦想终于开始变成现实 中国人的航母梦真的已经存在了好久好久 从民国时代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的大海军计划 到现在有望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力量的人民海军 每个人的感慨或许是不尽相同的 但是相同的一点是 一路走来中国的航母之路真的是满指荒唐岩一把心酸泪 今天呢我就来说一说咱们中国人的航母发展之路最初的一些事 严格来说中国人真正拥有第一艘航母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广州的一家拆船厂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艘满载排水量2万吨的墨尔本号 在1982年这艘多次造成严重事故的倒霉航母 刚刚被焦头烂额的澳大利亚海军忍痛退役 在拆除相关敏感装备后被公开对外拍卖 这艘船最终被中国的一家拆船厂拍得 而卖方在得知买主是中国之后 在交易合同中特意加上了买方不得用于军事用途的条款 要知道墨尔本号在拍卖之前就已经自费武功 拆除了相关的敏感武器装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在交易合同中加上了这种侮辱性的条款 20世纪80年代那是啥时候 那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最好的蜜月期的时候 在这种背景下 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 对中国人还是采用如此明显的歧视性政策 从中我们就明白了一点 永远不要指望西方国家正常看待对中国的军事建设 中国军工的任何进步都会成为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噱头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怎么好 海军虽然渴望更新更强大的战舰 但是由于干干瘪瘪的荷包 只能在纸面上规划规划 歪歪一下未来罢了 乍一听 广州有一家拆船厂引进了一艘退役的航母 准备拆解用于冶炼钢材 人民海军的装备研究单位的人员们顿时十分激动 当即组织了由30名科研人员组成的考察团队来到了船厂 希望能够上船测绘考察一下 当时已经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海军科研人员进驻舰上考察研究 必然延误拆船炼钢钢材交付 资金回收等一系列工作日程 会对拆船厂的运营造成很大影响 所幸拆船厂的法人代表是一位在人民海军服役过的退伍老兵 深名大义 向上级领导申请给海军专家们预留了一段时间 而拆船厂的工人们也是万分支持海军专家的考察测绘工作 对于耽误自身的工作毫不在意 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真的是很高涨啊 当时的这批专家里也有现在家喻户晓的战狐局局座大人张肇忠 根据局座后来回忆 海军专家们测绘墨尔本号的时候正是6月 广州的6月有多热 相信很多在广州待过的朋友们都有感触 那时候可没有现在那么好的制冷空调 但是那些专家们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都主动申请延长调研时间 住进附近闷热的简陋工棚 一个一个舱室进行测绘 除了闷热之外 海军专家们还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在高温的环境下 进入完全没有动力和电力的几万吨的船体内部考察研究 是十分危险的 极易发生事故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 海军专家们提前完成了测绘工作 某些外媒说 摩尔本号航母对中国的航母建设提供了哪些哪些关键技术 那纯粹是无稽之谈 也是在刻意侮辱中国人的智商 摩尔本号的作用只是在于 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航母 了解航母的基本原理 对中国人的航母意识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摩尔本号航母是二战时期建造的航母 虽然经过多次改造 但整体科技水平也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 对中国现在的航母建设的注意 并没有那些外媒说的那么大 而现在的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即将下水 这是一艘5到6万吨排水量 搭载重型固定翼战斗机的大型航母 相关的舰载电子设备也较为先进 最重要的是 这艘航母的每一个零部舰 都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 再也不会受到外国的限制 对于初次建造航母的中国来说 第一次就能建造这个等级的航母 这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航母建造的起点 比英国苏联等国都要高得多 这也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 跃升的最有力体现 说到这儿 我又忍不住想黑印度R3一下 正在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的大连造船厂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完成了航母主要舰体建造工作 有望于2018年完工 而印度首艘万国牌的国产航母 维克兰特号航母 自从2006年开工建造至今 先后下水三次 到现在为止 却还是个空壳舰体 乐观估计可能会在2022年完工 中国造船工业用一年多的时间 完成了比印度造船工业十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 我真搞不清楚三哥对中国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是从何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的大海军计划 到永远的海军司令萧敬光大将的 我们一定要建设现代化的强大海军 再到中国现代海军之父 与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上将的 中国不发展航母 我死不瞑目 始终不变的是 华夏民族对于神州大地之东的那片辽阔无尽的蓝色世界的美好憧憬 以及渴望摆脱近代以来所承受的无尽苦难与沧桑的强烈向往 中国建造航母不是为了侵略别国 只是为了保卫本国的利益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再是那个鸡贫鸡弱 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 只是为了向世界宣告 东方那个拥有千年荣光的强大国度的 再度回归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